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出来了 才两三秒钟的时间立马就变成果实了 东明珠五月份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就连开三场直播带货 平台跨越抖音 快手跟京东 其中一晚更在三个半小时内 卖出七亿人民币 大约台币三十亿元 打破隔离线上通路单日销售量的最高纪录 但是对于我个两千亿来 你说一亿算什么 但是没有一亿怎么可能有两千亿 东明珠的笑容也藏不住霸气 化身销售高手的她 身价大约落在二十六亿人民币 折合台币一百一十二亿左右 这一段时间以来 她也让隔离电器致力于投入口罩生产 最近还被财富杂志评为 2020中国最具影响力商界女性的第一名 我觉得这次疫情我们看到的是一种 我们遇到的困境或者是一次危机 而且是一个巨大的一次危机 但是反过来我们从不好里面 找到好的一面是什么 大众万众一系 1954年出生了董明珠 1990才进入隔离电器 一步步往上爬 2012当上隔离集团及隔离电器的董作 还被媒体封为家电一解 全靠着犀利的形式风格 经常抢足镜头焦点 不失凶横严厉的董明珠 虽然2016现任隔离集团董事长 但勇于担当舍我其谁的个性 让他继续担当隔离电器董作 也是隔离电器的最大门面 深受公司董事会喜爱 隔离电器2019年就脱离国企体制 让身为最大股东的董明珠 更得一手独掌隔离电器 但2019年公司面临收入停滞 2020又遭遇疫情 董明珠却丝毫未受打击 甚至放眼永续经营 开始拓展手机 晶片和能源车 展开隔离电器的转型之路 但是隔离可持续发展是要做战略规划的 我们要做集成电路 这是大家都看到现在的问题出现的 如今隔离电器在全球地位依然屹立不摇 不仅让外界回忆 2013年 小米创办人雷军还曾经和董明珠打度 五年内看谁营业额高 请全国人民作证 五年之内 如果我们的营业额击败隔离的话 董明珠 董总输我一块钱就行了 我告诉你说啊 你这一块钱不要在这说 第一我告诉你不可能 第二要赌不是一个亿 没关系 我给你赌十个亿 结果2018年赌约期限到 小米营收高达1980亿人民币 却仍输给隔离电器的两千亿 尽管这份五年读约紧紧玩笑话 雷军也没真的给钱 却完全展现了董明珠长年的野心 让外界更为好奇 在下一个五年隔离电器 董明珠将如何掌舵 三里新闻撑得到